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重载流插入和流T级预算符 Ci加的流插入和流T级预算符是在Ci加内库中提供的 因为在Ci加内库中已经对它们进行了重载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们对Ci加的标准数据类型进行输入和输出 如果我们定义自己的一个新的类的话 是不能直接使用流插入和流T级预算符来直接进行输入和输出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重载 重载它们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用户自定义类进行输入和输出 比如说我们为Ci加内库重载了流插入和流T级预算符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种方式 Ci加内库这个类的对象进行输出和输入 在前面一节我们介绍运算符重载的规则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重载流插入和流T级预算符的时候 它们的运算符函数是不能作为类的成员函数的 只能作为普通的函数 这是一个规定 就是说没有为什么 大家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重载流提取和流插入运算符中的函数的声明 就以下的形式 大家看一下 它们的返回值是iStream或者是oStream的引用 iStream是数流类 ce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oStream是输出流类 cout就是这个流的一个对象 它们的第一个参数也都是iStream或者是oStream的一个引用 第二个参数的话就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个类 我们在使用流插入和流T级预算符的时候 都是这种形式 左侧的是cout或者cin 右侧才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个类的一个对象 所以它们的顺序一定要跟参数的顺序是一样的 位于运算符左侧的就是第一个参数 位于运算符右侧的就是第二个参数 这里我们是为ctime类来重载流插入和流T的印用符图 然后重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形式 来对ctime一个对象 time进行输出 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 会把它翻译成下面的一种形式 直接翻译成一种函数调用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cout 是oStream类型 第二个参数是time对象 下面我们来为ctime对象来重载一下它们 我们还仍然使用上一节使用的ctime类 因为它们不能作为ctime类的一个成员函数 所以这里我们在门点cpp这个文件中给它重载一下 因为这里我们需要使用iStream和oStream这两个类 因为下面我们也包含了iStream.h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分别包含它们的文件了 直接来进行使用 来重载一个流体直径应用 iStream 然后是operator 然后第一个参数也是iStream的应用 第二个参数是ctime类的应用 因为这里我们需要访问ctime类的c数据数据成员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这个流体直径应用算图 作为ctime类的有缘 这里我们需要先声明一下 ctime这个类呢是不知道iStream类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包含一下它的头文件 而这方面呢我们也包含一下 sream.h 它们是定义在sc这个名义空间中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直接使用用in namespace std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time类的ctime类的c数据成员 这些方法也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使用cin 给它进行从键盘 对它的三个数据成员进行输入 hours 你当然也可以从其他地方进行输入 比如说呃文件呀 其他的地方 minute 然后是second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返回呢是input 啊这是一个iStream类型的一个引用 我们制作要返回iStream类型的一个引用呢 是为了我们在啊 是为了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 可以将它串联起来 比如说我们同时啊输入几个变量 那么串联起来呢 是因为它返回的直属 还是一个iStream类型的一个引用 那这里呢我们直接对time进行输入 我们编译一下 诶大家可以看编译成功了 下面呢我们再为ctime这个类重载一下 啊流tg流差入音算符 实际上是oStream的 第一个参数呢也是oStream类型的一个引用 inoutput 第二个参数呢是ctime类型的引用 啊这里呢我们的实际上也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对它的三个分量进行输出 啊我们这里直接使用它的一个成员函数 add hour get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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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车 然后返回oStream类型的引用 这也是为了我们可以将几个对象 零零零在一起进行输出 直接对time对象进行输出 回车 换行之后我们再输出一个time2 再看一下 编译一下 你看到编译成功了 那我们调试一下 所以呢我们也是为time进行输入 所以我们输入一个2点2分2秒 甚至已经执行到这里了 看一下结果 首先呢是输入time的输入一个值 它是2点2分2秒 就是这个 第二个第二行呢是输入的time2的值 12点12分12秒 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重载 流插入和流t级运输入之后呢 我们的使用是非常非常直观的 我们可以直接就像使用 C加标准的位型一样 来进行输入和输出 这是比较直观也比较方便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类型转换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使用过道函数来进行类型转换 在前几节呢我们为ctime类 重载了加号预算符 在重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对两个ctime对象 来进行直接使用 加号预算符来进行操作 这比较简单比较直观 但是呢我们仍然是不能使用 加号预算符这样一个ctime对象 和一个anti类型对象进行相加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将ctime2 跟一个anti类型的3 进行相加 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 它能实现 其实这里有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临时对象 ctime类的临时对象 然后将这个anti类型的3 作为它的参数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相加了 这种方式可行的 理论依据呢什么呢 其实就是ctime这个类 只有一个anti类型的各大函数 我们这里直接使用ctime这个类 然后使用3 作为它一个参数 是构造一个ctime类的一个对象 只是说这个对象比较特殊 它是没有名称的 我们称它为一个临时的ctime对象 它拿这个临时的ctime对象 跟time2进行相加 这种形式的话呢 非常类似于强制类型转换 很像将anti类型的2 转换成一个ctime类的一个对象 之所以可以这样转换 也是因为ctime这个类型 定义了一个 就一个anti类型的参数的 这样一个各大函数 如果没有这个anti类型的各大函数的话 那么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转换 这种只有一个参数的 构造函数呢 称为转换构造函数 有了转换构造函数 我们在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 完全按照以前那种方法 定义一个对象time3 以前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它传入一个参数 比如说20 那有了转换构造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time4也等于20 这样也是可以的 而这种形式呢 编译器呢 会自动进行转换 类似于下面这种形式 直接生成一个离时对象 比如说 类似这种形式 直接生成一个离时对象 然后再将这个离时对象 然后再将这个离时对象 转换构经常使用的另外一种场景 是类似于这种形式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函数调用的时候 有一个ctime类型的一个对象 A 那我们在进行函数调用的时候呢 当然了可以按照这种形式给它传入一个time对象 比如说time对象 然后更方便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in器类型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时 这个时候编译器会自动做到一个ctime类型的一个临时的对象 然后将这个临时对象作为funk的一个参数传递给它 编译器为我们执行了这么多的工作 关于这个自动类型的转换呢 很具有争议性 很多人觉得它不安全 因为它自动的执行了一些动作 也很多人觉得它很方便 因为它不需要我们手动的去构造一个对象了 如果你想不想让编译器进行这种自动的转换 CiS就听了一种方法来进行这种机制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具有一个参数的各种函数的前面加一个关键字 叫做explicit关键字 加了explicit关键字之后 就是要告诉编译器 不要使用这种类型转换各套函数来进行模型的转换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再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这时候已经编译出错了 表示无法将IT类型转换成ctime类型 如果我们将这个explicit去掉再编译一下呢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编译成功了 我下面介绍的这个转换各套函数呢 是将其他类型转换成类的一个对象 下面介绍的这个类型转换函数呢 是没有参数也没有返回类型的 operator关键字开始 后面跟着你要转换的这种类型 因为我们是想将ctime这个类型转换成int 所以它的类型是int 如果你想转换成其他类型的话 直接写下类型就可以了 这里呢 比如我们再实现一下 我们为ctime这个类 定义一个类型转换函数 operatorint 表示我们要将十分比 转换成秒数 现在我们来实现一下 ctime类 番茄 这里呢 我们直接return 将小时乘以3600 加上分钟乘以60 加上秒数 我们这样得去掉 我们定义一个 直接接收 将time复制给它 你编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编译成功了 我们在这里呢 下个断点 调试一下 直接按F11 单目跟进 可以 可以看到time的支持 39,020 这里呢 就是 类型转换函数的 任性使用 但是呢 类型转换函数 在我们平常使用的时候 是不经常使用的 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 有这种函数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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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